所以安倍第一任他生病辭掉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期待他在一个任属上 所以在日本如果有看报纸来的话 就知道安倍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安倍想要做的辭职 然后日本的名义选出安倍的首相 再度选出他的首相 表示说这是某个部分可以代表日本全国民的生意 那第二个问题 然后那我们问说如果有日本人反对安倍的做法的话 那我们会问说那如果有别的国家 他想打日本或者是周边的国家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那些反对安倍的人都没有想法 打不出来都没有想法 所以他们反对安倍的日本人是很单纯很单纯 但是没想到有一个国家又想要侵害别的国家 所以他们很单纯很和平的人 所以我们支持安倍的人是觉得说要教育他们 然后第二个这是第一个是分享 那第二个是那民进党部分 那对日本安倍首相的做法 特别是集体智慧权解禁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发表 因为不好意思我没有充分的预习 所以我不太清楚 那能否陈教授来介绍一下 谢谢 那那个欢迎叹叹叹讲那一个 其实我们智库上个礼拜有做一个民调 有关于这个日本集体智慧群警戟的一个民调 就百分之我记得应该百分之六十二的台湾人 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的电视 国际新闻应该是算全世界最少 有国际新闻的话会说 德国随灾 美国一直毛跑到树上 想往对军救赶 国际新闻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连中国的人来都吓一跳说 你们的国际新闻怎么那么少 那所以大部分他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接着问他说 那如果台湾被某个国家侵略 那美国又主动 或者日本来卸访 愿意出兵来卸访的话 你仗不赞成 结果百分之六十以上都赞成 包括那个百分之六十都不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表示赞成 因为我们有分知道跟不知道 就不知道的也有六成赞成 那个比例不比那个知道的少 台湾对日本有一个信赖感 今天如果说中国要出兵卸法 台湾可能要考虑一下 但日本要出兵卸法 那反对的比例就相对低很多 那我刚刚讲说 日本很多反对 其实台湾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日本应该讲 台湾OK 就是和平呆瓜 和平久了以后 他不认为有国家国际的危机 那台湾有些其实不是不知道有危机 但是很多是放弃 他就放弃抵抗 他不愿意付出代价 就刚刚文正在讲的 我们都 如果说台湾不能维持现状 只能统一跟独立选一个的话 其实八成以上都说 我要台湾独立 可是要为台湾独立付出代价 又为了台湾独立 要做什么努力的话 大家都希望代价越敌越好 越敌越好 花花钱啊 打打官司都可以独立的话 最好 但是国际社会很不可能那么简单吧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 提供我来做一个采访 对于安倍首相提出来的这些 新的安全政策之后 那民进党内 有些人会觉得说情势大 那我们应该跟日本复习一些 类似像台湾关系法 美国跟台湾关系法 类似的相关法案 那台湾跟日本之间的 如果安全合作人或制度化 有人这样思考 但是我觉得 日本人通常比较慎重一点 那双方在这个安全合作上 其实荒惠很久 我举个例子 我们要派到日本的五官 那个我们在日本代表处有五官 通常去之前都会讲日文 所以他要经过六个月到三个月的日语距离 然后到限制之后再开始再学日文 所以双方的限制军人在交流上 确实没有像台湾跟日本 台湾跟美国之间 那么的密切 你们大概不晓得 美国国王府一年来台湾的军人 有多少人 两千人 每一天都有人 每天都有人从美国来 那台北之间国王的军事合作上的那么平民 你要随便套路到台之间 真的很困难 但是我们觉得 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我们要去推一下 让台日之间在安全合作上 能够有些进展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在一些比较不那么敏感的领域里面 双方可以先进行合作 比方说 你们的职安太浪了 台湾可以帮忙 台湾现在也在帮忙 你们真的很难 第二个 那我们希望从你那边学到一些浅见 浅见你们很强 我们认识 但是我们也不只 指望你们真的把行业卖给台湾 但是我们台湾的人 去那边观谱一下 找科技吧 所以产业之间的合作可以做 所以在这种自然上的一个合作 在产业上的一个交流 这些不想不灵感 大家可以先走 至于说往后会走到什么地方 那需要长期所建立的信任跟默契 协法 讲的很容易 大家听到协法 美国协防台湾 日本协防台湾 协防很难 飞机在天上 飞机怎么知道是解放军的 还是日本自卫队的 我要不要打 他不会一边就讲 I'm Japanese 不会耶 那我要不要打 所以我单单通信都没办法跟你互通了 我怎么要求大家来协法 所以协法本身 或者合军事合作本身 他有很多基础工程要做 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即便到今天 我们说 最近中国去参加美国的完蛋平洋演习 我们也在争装台湾要去 问题去干嘛 你台湾的军舰有帮我 帮我跟美国的军舰 无限的互通吗 如果没办法去 那你去那边干嘛 你也没办法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军事交流的部分 因为我个人觉得要省政 但是乐观 主顾的去推动 慢慢来 我在前阵子有在乒乓桌写过一篇 日本人不要谨慎 不要开门 人家才来敲门 你马上提个很 很ridiculous的一个要求 你就把你的客人给下来 所以我觉得台湾之间 尽管我这个缘解很好 但是大家逐步逐步的去开展 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这是大概是目前 民进党的组织的思维 以上 谢谢 谢谢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今天两位在乒乓 说得很精彩 我感觉很高兴 今天出社群国无情感 我完全是在说 我出社群台湾独立 这以前的人有感染 会去中国广大outez 研计或原来有一个状态 我们再说这个问题 哦 柯令什么 对说台湾独立 中 blown 柯令 那麽是不一樣啦 那麽說 如果民進黨那一段在說一說 台灣獨音就是選舉票的獨佑 這是民進黨說的 民進黨可能是一個人 是你們的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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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說 為什麼沒有錄音要看 這麼奇怪 這個電池不太好 不告訴我 不那才有錄音 這個不說就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嘛 不好意思 那這什麼電池的問題 那什麼 我們先來出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可以嗎 可以 再來 還有這個說 台灣獨音 沒有情形啦 這就誰說 我就知道啦 那你講一講 這個出場的台灣獨音的 是一小錯門 這我只能說 中古人 中古人不夠 那我會是這個 有少人一個在說 我怎麼可以在說 這我說 毒藥 毒到藥是一體的量力 你如果 中毒色藥 這個 伊東北東變成藥 那你如果中藥過藥 那我沒有中毒 變成藥 我是跟你講 我現在還要戳 還有一個要戳戳 那你剛才哪有那個 美國外賣 剛才那位 那你自得一天問過 那我就不太強悶了 這個 我們在說中科 中科院 海小 技術 都有告訴自己的借助 我們的軍備 那我是在說 技術可能是這個沒有來的就有了 那你如果要戳戳這個 船艦 什麼艦 那什麼艦 那都讓它更半運氣 那後 這個 中間就去 中間 我們這個 要戳戳這個更半的 這個 範料 這也是最大的 最主要我是說 大家在說我們台灣的工藝 營運就沒有在調教他做 那一台前建 那個不是 核主動力 那是什麼傳統的動力 這也是一個 這個 在說什麼 在吉利上說 國軍 國軍 都是中國軍 這沒辦法你知道嗎 你看什麼 國共和談 國共內戰 國共合眾 那國共就是 中國國民黨 跟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的軍隊 跟中國共產黨的軍隊 都是中國 跟他們講的說沒有錯啦 但是最主要是 台灣軍還沒建立起來啦 啊 有這個消息說 這個我不敢說 那請教是不是有這個消息 說高雄的外海啊 常常有 美國人去見了什麼 在台灣已經有 海軍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至少一點以上 好像是 以後內部的那個 美國大使館 是不是 就是屬於他們的這個 這個 國土的原廠 然後可以派那個軍隊在這邊 好 對不起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時間不夠 我們就一起問完 再請 邢老師一起講 因為他們在那邊 我看過一種新聞 就是說 台灣要至少能夠堅持兩個禮拜 還能夠等到美國人來救我們 或者日本人 好 介入 那麼 我們國防部有沒有一個 持久的 或者是游擊戰的 戰略或者是訓練的打算 我好像沒有看到 請教這個問題 我可以說 我是發表的工廠 好 第一點 這個 周田貴先生 這個日本人 他本來是 中文經老台議員 還要說 還有 年以來 都在台灣 去日本 替台灣選擇 譬如說 台灣 住在日本的 這個台灣人 因為這個 很公正 日本政府 都很共同 但是他們的天然政府 跟正名時代 嘛 所以 這 昨天的信心 我們是在島嶼 國際的忙 很感謝 這 第二點 真的 安國庭 安倍首相 是日本 街頭 現在 最偉大 最聰明 雖然說 是 雖然說 但是 其實 有人說 他對他 這個改革 有人 他的自治力 變為下降 一點點 這是 但是 什麼原因 這是因為 我們 建立後 日本國民 日本是 很寬限的民眾 所以 規法國民 一直都在那裡 在他發展 很寬限 寬限 他還想過頭 八月十五 每年八月十五 中間紀念制 全公司紀念 中間紀念制 紀念是 潘仙峰 他已經 外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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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人 對 一個 所以 現在 周派的選壇 講一個 白狀態 轉個 全國 全民制 不是 所以 所以 這是 美貼不正常 這是日本的周派 美貼 這是 阿塞新聞 在中國文化 台北 當時 美貼的實力數 他說 這是中國文 中國的新鮮 世界的農業 說這是很美貼 日本 阿塞新聞 這是很美貼 好 很美貼 跟另外 所以 日本 美日 也很美貼 也很美貼 那 他看 他說 這 是 這個 宣言新聞 我一定 含 這 独脈 中間 不是 做 他 另外 這個 暗中 暗北 習慣了 第一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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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就是有幾個次,沒有過國民党的無用 這樣來台灣訪問 這是難道 我們看這次釣魚牌的問題 釣魚牌,我們現在一個現狀,一個現狀,每條通牌 像日本不是說,我們說釣魚牌在台灣市民 整個歷史上是剛押魚,穿了一個月 這是難道,我們在想看看 這就是日本時代 日本人是日本人說的,可以去押魚 日本人說北京去那裡,你現在生人公司 叫他來,你不能領口 但是鑑鐵的,建護都有出現成的 你沒有人生人,你要領口,人家就要抓他 但是,安倍突破,給你去抓 這個決定要抓的,那個歷史上的人民很興奮 但是這是重大政治決斷 他是說,我有通牌的製造婚法 另外這,李明信兄 他說台灣關係法很大分 我看我暖暖暖 他本來台灣關係法,你反了嗎? 來的那個歷史很清楚 馬關條的,把台灣送到日本 那個東京寺,剛才寫得很清楚 釣魚台不在這個割讓範圍之內 北龍街釣魚台不是清國的領口 所以這個釣魚台,你從國際 各方面,絕對像是如李登輝所說的 戴愛華是日本領土 台灣要成為中立國之前,要成為國家 你不是國家要怎麼可能成為中立國 比較有感染過多 看就是說他們.. 台灣運 volte...都這樣說 怎麼說呢? 這個問題是國學 如果要做法告的時候,就不可以抵抗一斷 如果沒有,我們給一份吃虧食 我是因為說,無論如何,台灣就要自己有主天性 不是因為日本集體智慧權情進來後 我們就要幫幫忙 我們就要面對一個更加台南的一個未來 所以我聽說,我們必須要連話去發展一個 歡迎日本集體智慧權,這邊的一個圈 如果沒有,我們以後果然是 還知道,無主天性的去跟日本國情的一個政權 當作為難了 什麼叫外交? 什麼叫外交?外交就是說 你用國中的風險 去為國家的利益 清除國際的利益 我們台灣要特地 不是靠白人而已而已 就要靠我們自己的台南 所以我老實說 我相信說 我們應該去發展一個 另外一個第三管道 這個第三管道 我當時是在 體制 國民黨 儘管會說外交 儘管你們也是在說 不是 只有日本的保守 政黨 為主的一種 對台灣的政權 所以我是不是說 我是 我建議會說 今天這個地方 倒是說不是不需要說 但是我是想說 不可以讓這個火 必做只有一種聲音 那就 最後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問題是 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很頻繁 就是說我是一個 大概三十七八歲 長期是民進黨支持者的人 那我現在看到這個 你說是一個國防的問題 一般人如何去接觸國防的問題 就像我今天 很普通的一般人 一般上班族 那我怎麼去接觸這個問題 我怎麼去 不許這個問題 因為你看就在現在是選舉 要選舉了 大家注意的事情 還是在說身邊 大大小小建設 國防這一般人 好像有點有 就是說民進黨的部分 因為你剛剛 說了很多民進黨主 主觀價值在說的東西的話 那你如何去說服一般的群眾 我們長期都是民進黨支持者 那當然我們會有一點希望 那雖然說 現在我們可能自己 自己有一些其他的動作 好像有些政治團體 像激進設議 那我們就去做 我們能做得到的事情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很平板的人 那我今天 為什麼我自己要多去做一個東西 來復讀 這樣子 那如何 民進黨如何去說服群眾 那群眾怎麼站出來去 了解國防這件事情 國防 因為你剛剛講的就是國防 全不管說日本怎麼樣 美國怎麼樣 台灣人對自己 國家的建構跟國家的防衛 這種很概念的問題 還在很基本的很 一元價值這些東西 要就是中國 要就是台灣 這樣子 如何建立起台灣自己 這個東西 或者說 如何讓一般人 去了解去支持 這個很重要 怎麼讓一般人去 那我們已經是最積極的人 我們人都到這裡了 這些人 但是其實真的不多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因為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然後我的問題是在這個方面 先回覆那個 先回覆那個 先回覆那個幾周的事情 那個兩周是這樣算的 兩周它是算從下落移 如果用那個 最高的戰鬥群力速度 艦隊從下落移到台灣 直線距離要多久 兩周 那這個是虛擬數字 那而且這個虛擬數字 僅適用到2008年 2008年之後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急距離上升 目前 那個 太平洋司令部的規劃 絕對不是兩周 就是 要支援台灣 大概要三到四周 那所以 台灣必須要能夠撐三到四周 那有一個講 遊戲戰 目前國安大學 有在研究遊戲戰 那通常國安大學文章 有時候送到我這邊來評 聽那個評審的話 我通常拿遊戲戰的文章 我通常給他 都是 不予才有 因為台灣沒有打遊戲戰的能力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遊戲戰就適用在 人家已經佔領你台灣人圍起來 那個 陣子都跑到你台灣來 然後你走到埔里去打 這個叫遊戲戰 那個遊戲戰是不會有空消 那所以台灣沒有打遊戲戰的一個空間 但是台灣是適合怎麼樣的一個軍事戰略 我們講實在 包括了公布 也很偷懶 美國人來跟你講什麼 就造超 最近最常用的一個字叫 不對稱作戰 那是美國前太平洋艦隊司令 再次演講一遍告訴台灣人 台灣人就很高興 喔 美國人給我們資點 我們就來不對稱 那不對稱什麼挖國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台灣有沒有從 台灣的地理特性 社會特性 文化特性去思考 我們具有台灣特色的國防現實 沒有 沒有 那這個又不先回到剛才 為什麼 那麼 台灣那麼重要 為什麼大家不去重視 書架是一個問題 已經剛才講過了 我們那個所叫國際司令 戰略舊所 本來創所的人 他們是要直接叫戰略舊所 但是那個時候政府不允許 民間大學有所叫戰略舊所 戰略舊所應該就是 軍校才有啊 怎麼可以 民間大學有什麼戰略舊所 所以搶貨一定要前面加個什麼挖國 所以才加個國際司務 給戰略舊所 我來這裡唸的時候 我爸爸唸我 你在台山挖國 那你要在台山挖國 做朋友就好了 你現在不是一個好路 我們很捨 他不喜歡小朋友去當兵 啊我唸這個幹什麼 一開始我剛剛講過 我我也不曉得唸什麼東西 是那個晚上他們的開竅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爭取我們的目標的時候 握著它面 我們是所謂的核心的問題 最壞的狀況 你要去試看看最壞的狀況 台北不必然會有戰爭 但是不能排除這個情況 更何況 國防不是只有軍事面向 國防的面向 達到你們國家小巷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每年的 以增加的 國防預算 都投入到我們國防產業 1000億 嘿 那個能夠被我們產業界 帶來多大的福利 好 也不要講 經濟面 國防本身 它有溫化面 有色溫面 今天如果你能夠把國防處理得好 你就有辦法去爭取 眷村區裡面 百分之九十六點多 不是我們的選票 像周五人是他 他家很好 很大 有個勇子 他是羊條的 他後來跟大家離婚 找了一個新的老婆 他是不是那麼的輕重 其實不是 他講的是個事實 但是其實這個話 你要用翻面的意思 他其實是很幹馬英傑 他是非常討厭馬英傑 他覺得說 你如果真的要捅 去捅好了 不要這種想捅不捅的 他其實是講這個話 那再 再到了解養區那邊 去做研討會 都被人家扣了回來 那這個人其實還OK 他不是最捅的 他比他更捅的 更不像話的 離譜結實 那今天就是說 我們 怎麼去爭取 民眾對於國防的關切 怎麼去爭取 國軍跟他眷屬 對於我們 共同志向的一個認同 既然這個社會 大家都支持 那個主張 那為什麼我們的軍人 他們不會跟社會一樣 也支持那個主張 這個才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任務不是說 你不是說這個 我的揍你 我就罵你 我就想辦法把你退休 拿掉 這個不是辦法 這叫清算 這不是 不是一個政治的一個 一個做法 那我覺得 沒有錯 國防議題在選舉 很少的人會去提 那這個是台灣的特色 因為我就說 台灣的國防其實一直戒嚴到 搞不好到現在 因為很少人 去真的去弄這個東西 那國防資訊的 不夠公開透明 使得 今天就算你想 知道一些台灣的國防政策 你也可能沒有辦法去了解 所以 這就是我覺得 我們以前在政府服務過 你有八年的實證經驗 你必須要把這個經驗 pass個下一代 下一代 pass個下一代 總要有一天 我們回去的時候 已經是做好準備 我們今天思考一下 其實民進黨在國防政策上 的一個人才兩次 那比國民黨好很多 國民黨 你想想看 我們如果記得去年 7月份的時候 他們調了一個洋面組 之後有多久時間 找不到國能來接副部長 來接副部長 國民黨 照理講 你跟軍人應該很好啊 你懂國防的應該很多啊 對不起 他們比我還爛 我的老闆 我的老闆 蔡米憲當過國王副部長 雖然當過一百天左右 那 陳水扁的 國王的助理 柯承恨 他當過國王副部長 所以 換言之 我們當時的一個人才兩次 就是 國王事務的立委 帶助理 國王事務的立委 帶助理 然後執政之後 一個一個 帶上政務紙 所以我們總共帶到 我是那個接力塞的最尾巴內報 如果下面我們就繼續執政下去 再下去就可能以文中的助理 會去接政務紙 那這樣的傳統其實是民進黨 非常罕見的一個傳統 那我們在國王會裡面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其實 他很知道 過去 講的 講的 花大概在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大家都講過 中國的導彈 中國導彈 飛彈從 發射到這裡 五到六分鐘可以到台灣 那在我們的實彈 在兩天零四年之前 那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坐在那邊等著挨打嗎 沒有地方可以去 好 軍人可以說我到橫山指揮所 躲起來 那 行政院院長 經濟部部長 那這些內閣去哪裡 沒有地方去 就只能在 只能在那個地方挨打 但是在我們執政之後 這些情況都獲得改善 我們有辦法做到 在十分鐘之內 內閣在另外一個地方 安全的一個指揮所 可以馬上進行應變會議 我們有辦法做到這裡 所以你們那時候看到 玉山演習 路上跑來假設那些東西 就我們那個時候做的 所以 國王事務需要很多年輕人 來接力 來參與 不要忘記 我過去也是嬉皮的左派 我聽的都是六年代反戰的歌曲 但是我知道 台灣需要的 除了反戰 除了左派之外 我們還需要有一些人 用新的思維 去參與台灣的國外事務 以上謝謝 好我想時間關係就簡單補充一下 第一個就是安保協會扮演的角色 台灣是有很多角色的 你不可能跟日本比較右派交朋友 又同時要跟左派交朋友 所以要的話是要另外的團體 而不是要這個團體做變色龍 或者同時省出很多事 第二個我們的題目 未來安全防衛新夥伴 是有打問號 是打問號 並不是放鞭炮 我們樂見日本解禁 為什麼 因為亞洲會多一些自衡的力量 但是並不是放鞭炮 我們就可以睡覺 人家會跑過來 剛剛文聖人提到 你要協防 那你要自己要有夠能力 不然怎麼去聯合作戰 或者所謂的協防 根本做不到 所以是從日本 集體智慧權解禁 剛剛文聖人講了很多 我們也講了很多 就是說 我們在反省 我們自己 對我們的戰略環境是什麼 一個思維 我們國家自己的防衛要怎麼做 我們的國防要怎樣改革 包括民進黨 未來如果執政要怎麼做 是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 討論這個問題 並不是說 我們很高興日本做了這個 然後就各公送的啊 然後可以好好回家睡覺啦 並不是這樣 我想整個內容 吳老師應該知道 我們談的是很多 而且特別打個問號 就是說並不是 我們有沒有資格做伙伴 都還是問題 如果我們照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謝謝 對 那就是時間的關係 就差不多 現在就要結束了 然後謝謝那個 陳老師 跟李老師今天 就是給我們那很豐富的一碗 那大家幫我再給他們 謝謝 謝謝 然後最後要我就是宣傳一下我們 就是今年安保協會 在9月13號的時候 有辦理就是 美洲衝反亞 周瑜 他在區安全的國際演唱會 他們也邀請很多國外學者 像 施圖文啊 坦勝者 然後像剛剛 李老師講的 武昌島招九 或是 日本的前海上自衛隊的 海軍的上將 金田秀招 然後像陳正老師 他們也都會來參與這次演唱會 所以真的是 我覺得不然還是蠻可惜的 然後就請 因為你們應該手上都有這個邀請啦 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請 請來那個 前面那個桌子 他那邊都喊 然後就是 然後這個 小小的那個 呃 這個這個意見回 回 feedback 的表 大家都拿掉 拿到 就希望大家就是 花一點時間幫我寫一下 這樣子 然後對 那就是 最後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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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